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课程 第七阶段的第一节课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课程安排 那么在前面三节课呢 我们跟大家集中的介绍了神经网络算法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这个Deep Learning深度学习中最重要的一个算法 从本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跟大家开始介绍 我们之前说这个学习大概可分为两类啊 在这个监督学习中有一类是classification问题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完了 根据决策术临近取样 支持下降期以及神经网算法 那么从本节课呢 我们将开始给大家介绍 另外一类问题叫回归问题 Regression 这里面就分两类 一类是线性回归 就是Linear Regression 另外一类是非向线性回归 好 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线性回归中的简单的一种情况 叫简单线性回归问题 好 首先为了因为在这个简单回归线性简单回归问题里之中我们要遇到一些统计量 比如说一些叫均值啊 还有比如说这个standard deviation这个方差 所以呢我们简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前提这几个统计量啊 首先呢 为什么要遇到一些统要用到一些统计量呢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对一组数要进行一个集中趋势的描述 比如说一个球队里面大家投篮的准确率各有不同 但是我们想比较一下是哪个队的投篮准确率相对来说总体来说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能要用到一些叫集中趋势的衡量 也可以叫做central tendency 那么这里面呢就分几种统计量我们可以使用 第一种呢大家可能都听过也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均值是最简单一种方法衡量 也就是说还有一些名字叫做平均数或者平均值都是一个意思 英文呢叫mean或者average 那这个mean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数学方法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我们假设有一组数 那么我们把它求和 然后再除以这个有多少个数 这个n就是它的个数是吧 很简单 均值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怎么算 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假如我们有五个数 62912 那么我们就把这五个数全部加起来 求和 然后除以一共有多少个数 它的个数是五 所以呢就是20除以五就是四 所以均值就是四 好 这个相当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二种这个集中趋势的衡量 叫做中位数 这个叫median 这个衡量呢相对来说 可能就没有命这个平均数 大家那么熟悉 但是有些人可能很多人也听过 这个中位数呢 它是这样来算出来的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首先呢我们将数据中的各个数值 按这个从大到小 或者是从小到大的顺序来排列 然后居于最中间的那个位置的变量 这个值就叫做中位数 好 还有刚才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刚才这五个数 62912 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说 我们需要给这组数排一个序 在这里呢我们假设从小到大排下去 那就是12269对不对 这五个数 好 然后一共五个数 那中间是数是哪个呢 当然是第三个数了 就是2 所以我们找出位于中间的这个变量 2 它就叫做这个中位数 median 当然说这个有人问 就是同学可能好奇说是 那你现在有五个数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到中间这个数 那假设我们有六个数怎么办呢 哪个是中间呢 对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就是说我们有n个数 如果当n是奇数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说有中间这个值了 我们直接取中间这个值就好 当然先要排序 但是如果n是偶数的话呢 我们没有完全在中间的一个值 但是我们有中间两个值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有四个数的话 那第二第三个就是中间两个数 我们有六个数的话 我们第三第四个就是中间两个数 所以我们就取中间两个数的平均值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衡量 就是median 这个中位数的一个求法 第三个用的是 可能相对来说 比前两个要更少一点 它叫做中数 什么叫中数呢 就是说在一个数据中 它出现次数最多的数 就比如说 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吧 62912 每一个数字都出现了一次 除了这个2 它出现两次 那么这个2 这叫做中数 所以我们通常用的这个central tendency 就是居中趋势的衡量 往往用这个均值 中位数和重数 这三个值来衡量 当然每一个只有它自己的特性 还有一种衡量 就是说我们想衡量一组数 它的离散程度如何 也就是说它相对的变化 这个组数内部它变化大不大 那这种衡量呢 我们用什么来衡量呢 我们有一个统计上有一个常用的统计量的概念 叫做方差 英文叫做variance 这个方差呢 是怎么来定义的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用来定义方差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个s平方 s平方代表就是方差 然后右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讲说有n的数 那是x空号里面是xi减去 这个x bar 这个x上面一个小横杠指的是平均值 就是说每一个x和x的平均值求差 然后我们跟这个x进行平方 再把所有的这个平方加起来 然后除以我们有n的数 然后除以n减1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公式 来求方差的一个公式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何来求方差 假设我们再有一组数 是62912 对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求出来 他们的平均值 这五个数 就是6加9加2加1加2 这五个数除以5 然后平均值是4 对吧 这时候我们就套用这个公式 每一个值减去平均值 然后再平方 对吧 第一个数是6 6减4平方 加上第二个数是2减4的平方 然后依次下来 每个值都和那个平均值 做一个差的运算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差进行这个平方 然后加起来 加起来之后等于46 这就是我们的分母 然后分子 抱歉 这个46就是我们的分子 那么分母呢 当然就是n减1 我们这n值就是有多少个数 这里面有五个数 所以呢 我们是5减1等于4 然后我们用46除以4等于11.5 所以对这一组数据呢 我们的方差求出来就是11.5 还有一个跟方差很接近的概念 叫做标准差 那么方差的英文呢 是variance 还有一个标准差 它的英文是standard deviation 那标准差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怎么来定义的 其实很简单 标准差的定义 其实就是说标准差 其实就是相当于方差的一个开方 也就是说方差 我们是用s平方表示 那标准差其实就是s 就是我们给标准差平方一下 就等于方差 如果给方差开二次方的话 就得到标准差 好 所以在这个问题里面 我们如果要求标准差的话 就是刚才的方差 我们求出来是11.5 让我们开方得到3.39 所以这组数据的标准差 就是3.39 它们俩都是对数字的一个 一组数据的这个离散程度的一个衡量 也就是说数字整体差的越大 那个离散度越大 它这两个值都会越大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我们本节课要讨论的这个回归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是一个简单的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简单的线性回归 那么同学们还记得 我们在最早给大家讲这个课程分类的时候 给大家介绍一个 就是说我们之前讲的都是分类问题 也就是说classification的问题 那么今天开始跟大家介绍这个回归的问题 那这个分类的问题 就是说classification problem 和这个回归问题 这个regression problem 它们俩之间有什么质的区别呢 它们俩一个最重要的区别 就是说对于我们之前研究的这个分类问题而言呢 我们的y就是我们的这个随变量 就是说不是自变量 是因变量 就是我们最后最后一列要标记的那一列量 对于分类问题呢 它是一个有类别的区分的一个变量 也就是一个categorical data 或者variab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之前研究 比如我们要对一个东西进行颜色区分 它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 那么它只有这七种颜色 每一个物体或者说实例 它只有这七个颜色中的某一个颜色 那这种颜色的类别 它就是一个categorical variable 也就是一个是类别类型的变量 或者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要对一个电脑 根据它的一些特性来给它分类 看它是哪种品牌 它是戴尔呢 还是HP呢 还是联想 还是什么什么 那这种电脑品牌的分类呢 也就属于是一个类别型的 或者说我们说比如判断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跟大家举的这个决策数的例子 要判断有一个 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信誉 是有还是无 是一个两类分类的问题 那这种呢也是属于 属于一个类别类的变量 也就是categorical variable 那这些通通研究的 这个关于分类是一个类别型的变量 这种问题我们就叫做classification 的问题 就是分类问题 回归问题研究的是 我们这个y的变量 就是类似于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分类的这个类别的变量 它是另外一类变量 它是一种连续型的数值变量 也叫continuous numerical variabl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房价 那么房价它可以是100万 100万01 100万02 它是一个连续型的一个变量 包括我们说人数 比如说或者说是降与量 它都是一个数值型 是有大小之分 而且是一连续的这样一个变量 那么如果是我们的y是这样一种类型的变量 我们就把它叫做我们解决的问题是回归性的问题 也就是说regression problem 这就是regression和classification 这两种就是回归和分类两个问题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区别 好 下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这个具体的topic 就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 就是什么叫这个简单线性回归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我们来想一下 就是说日常生活中 什么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 都要通常是根据两个或多的变量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决定 是吧 那么回归分析 广一点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不说这个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就是regression 就是回归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它是什么样一个一种分析呢 就是用来建立方程 来模拟两个或者多个变量之间是如何关联的 这样一类的分析方法 我们叫做回归分析 那么在这里面呢 就有两类的变量 有一类的变量是我们要预测它的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说的这个Y 就是说我们要预测它 那这种变量呢 就叫因变量 英文叫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它是依据别人而变化而变化的 我们用英文Y来表示 或者有时候在自然机领域 我们有时候把它叫输出 那么还有一类变量呢 是它是被用来进行 就是它是被用来进行预测的变量 不是预测它本身 我们是根据这种变量来预测这种 因变量 那这种变量它是 由它的变化引起别的变量的变化 那这类变量呢 我们把它叫做自变量 英文叫independent variable 然后英文是x 这个字母来表示 然后呢通常呢 我们把它叫做输入 这是一些线性回归的 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基本的一些概念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来进一步给大家介绍 这个简单线性回归 为什么我们把前面加了一个简单呢 叫simple linear regression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指的是我们这个回归问题中 研究的这个字变量和音变量 都只有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一个x 还有只有一个y 我们来研究它们两之间的关系 这种模型 这种问题我们去叫做 简单线性回归问题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所以说一旦我们提到这个简单线性回归 那么我们满足这个必要条件 就是它必须是只有一个字变量x 和一个音变量y 好 那还有什么特性呢 也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说 以上这两个变量的关系 可以用一条直线来模拟 而不是一条曲线 这也是线性回归 简单线性回归的另外一个特点 因为线性嘛 线性 我们线性指的就是这儿 能用一个关系 能用一个直线来模拟 简单点的意思就指的是 我们只有一个字变量和一个音变量 好 那么同学们可能会好奇说 假设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 它有多个字变量 不止两个不止一个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话 那么我们怎么称呼它呢 因为如果是一个的话 我们叫做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好 如果我们的字变量 多于等于两个或者多于两个的话 我们就把这类问题称作 Multiple Regression 也就是说多元回归分析 这个也从字面意思很好理解 对吧 多元的话就指的是 我们有多个字变量 好 这是一些概念上的问题 下面来我们就来仔细的看 学习一下 什么是简单回归 简单线性回归的模型 也就是说 被用来描述音变量Y和字变量X 以及偏差这个 arrow 之间关系的方程 叫做回归模型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 所谓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 长什么样子呢 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这个音变量Y 对吧 等于 Beta0加上Beta1乘以X 加上这个 L 是吧 这个Excel 这个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一一解释一下 这个Y 我们刚才给大家已经解释过了 它指的就是这个音变量 对吧 就是 别人变化引起它的变化 这个Y 然后这个X 我们刚才也知道了 它就是自变量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变量 它是自己先发生变化 引起这个Y 发生变化 好 那XY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了 那这里的Beta0 Beta1和这个Aero 这个Epsilon 是什么意思呢 就Beta0 指的是 和Beta1两个 指的都是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 通过它们两个值 我们来描述 XY的关系 所以我们称作参数 就是Beta0和Beta1 那么这个Epsilon 我们叫做Aero 中文也可以翻译成偏差 就是说 它们两个之间的关系呢 加上一定的随机因素 的和 决定了这个Y 那么剩下的这一部分 除了我们固定的这一部分 剩下一些随机因素 所包含的 这个值 都被这个Epsilon 这个偏差 来概括 所以这个Epsilon 是一个偏差的意思 好 那再了解完这个 我们所刚知道的 这个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 简单线性回归方程 大家注意一下 这有两个区别 上面是我们原始的模型 下面是我们的方程 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 其实呢 这两个方程之间 看起来非常相似 就是原始的 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和简单线性回归方程 他们 其实这个方程 是由模型变过来的 怎么变过来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对这里的 原始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 左右都求一个期望值 也就是求它的均值的话呢 变成一个什么样子 那左边这个Y 我们就用它的期望值 我们就用这个EY表示 就变成了EY 也可以把它列成 我们用很多很多Y的话呢 就是它的一个均值 均值和期望值是一个意思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给等号 等式的右边 也求期望值 那么B在0 它是一个参数 对吧 它不是一个变量 不是一个随机变量 所以它 期望值还是它本身了 B在0 而B在1乘以X呢 这里也是它本身 但是这里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才记得 我们有一个 这个误差的这个 偏差的值 叫R Epsilon 这里呢 因为我们给它求期望值 而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它随机变量的时候 它其实满足一个 假设条件 一个分布 就是说它的分布 是满足一个正态分布 我们随后会详细说到它的分布 它的一些条件 但是这里我们理解一下 就是这个偏差 它其实满足一个正态分布 而且是均值等于0 这样一个正态分布的 所以呢 它的均值等于0 对吧 那我们就把它 就能说加0 就把它消掉了 所以我们上面这个原始的 简单线性回归的模型 它的回归方程 就变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来 根据以前中学知识 来判断一下 对吧 我们把它可以叫做一个 另外一个fx 或者另外一个y 那y等于一个参数 是吧 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常数 加上另外一个常数 乘以x 那这样是怎样一个方程呢 这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一条直线 是吧 空间中 就是我们有 原来小时候 像中学的时候 学过这个y等于fx 就是fx等于什么ax加b 这种 其实它就是一个空间 二维中的一条直线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称作回归线 我们看到 这简单线性方程的 这个回归线 就是以这样一个方程来表示 那么我们也知道 第一个数字呢 这个b的0 其实就是回归线的这个拮据 是吧 在y轴上的拮据 因为当x等于0的话呢 那整个这个方程值 就等于b的0 所以它是一个拮据 然后跟x相乘的 这个b的1呢 其实就是一个斜率 对吧 这是我们 像我们之前学的 这个点斜式的这个方程 好 那么 ey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一个给定x之下 y的期望值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假设 有一个给定的x值 我们也知道 b的0和b的1参数是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这个y 它的期望值是多少 就等于 b的0加上b的1乘以x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说 我们假设说x是一个横坐标 然后这个 ey是纵坐标 是吧 我们这条直线 就可以用刚才这个方程列表示 b的0加b的1乘以x 那么b的0呢 就是这一段 坐标 是吧 也就是说 这个点 它的纵坐标 然后这个b的1呢 就是这条直线的斜率 是吧 那么我们根据这条直线的斜率呢 其实定义一下 这个x和这个y的平均值之间 它其实可以存在三种关系 是吧 比如第一种的话 就是说 当x增大的时候 y也增大 我们看到 就像这条直线 它是从左下方到右上方这样倾斜的 那么简单说 就是说 它们两之间有一个正向的线性关系 就是说x和y之间 是吧 因为x增大的时候 y的切放值也增大 好 这条红线呢 就叫做回归线 regression line 它因为它模拟了这个x和y之间的关系 好 这是第一种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下面一种 那下面一种呢 这个叫复向线性关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和上面这个有一个简单的区别 就是说 我们这条regression line 也就是说回归线 它的这个方向是从左上方朝右下方倾斜的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设上面的点当x 也就是横坐标增大的时候呢 那纵坐标这个y其实是减小的 对不对 这个条线上 我们x假如朝一个方向不断增大 y是在减小的 所以呢 这种关系我们就称作这个negative relationship 也就是说 这个简单的线性回归模型中 xy的关系 它是反向线性关系 就是一个增大 另外一个减小 好 那么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同学们可能有的猜到了 就是说 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这个图里面所表示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的这条regression line 它完全是一个平的 平行与x轴的一条横线 那这种情况下呢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也就是说 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它的beta0 是吧 它的这个结距还是存在 就是这样一个坐标 这么一段结距 那么beta1呢 其实等于0了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面 其实这个方程就变成了 ey直接等于beta0 x就消失了 那么这种方程呢 因为它斜率等于0 我们看到 这个y并不受x的变化而影响 所以呢 我们就叫做这种是属于无关系 x和y之间 所以我们存在三种关系 是吧 刚才说了 就是第一种正向线性关系 第二种负向线性关系 第三种是无关系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估计这个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话 它的这个估计方程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们之前 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一个 它原始的这个模型的方程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个 就刚才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个 最原始的 简单线性回归的模型的方程 是我们给大家看到的第一个方程 这样子 是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它的回归的方程是这样子 第一个是模型 第二个是方程 第三个我们给大家介绍 就是说我们要估计它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另外一个 定义的另外一个方程 就是我们的估计方程 那跟上面还是类似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 y现在上面加了一个小的 这样一个三角形的 这样一个帽子一样的 这样一个符号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旦有这个 像小帽子这样的符号叫hat 那它的表示的意思是说 是我们的估计值 就不是y的真实值啊 同学们注意区分一下 这里有三个非常相似 但是还是十几亿不一样的概念 y本身如果没有带 如果没有带任何符号的话 指的是y值本身的真实值 如果y上面加了一个横杠 那指的是平均值 如果是y上面 有前面有一个e 就指的是y的均值 和横杠是一样的 那这里一个小帽子呢 这个意思指的是 它的估计值 就是我们要估计 x和y的话 我们就加一个 如果是估计的话 就加一个小帽子 这样一个符号 那么拿到 拿这个方程和刚才我们所说的 这个线性回归的这个方程来比较呢 其实我们发现 之前我们所用的标记是 b的0 这里变成了b0 之前是b的1 这里变成了b1 那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我们b的0和b的1 表示的是 xy之间真实的关系 它们俩有两个参数决定的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真实关系是什么样的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 我们有的数据算出来 只是我们的一个估计值 所以呢 这个b的 这个b0指的就是估计值 就是b0就相当于 b的0上面戴着一个小帽子 b的0的估计值就称作b0 我们用另外这个符号b0来表示 那么斜率 是之前真实的斜率是b的1 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 真实的斜率是多少 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一定的数据 它只能够我们 依据现在的数据 估计出来的一个斜率是多少 那这个估计呢 就是b1 所以呢 我们看到这个方程就被叫做 线性 估计线性方程 Estimated regression line 所以呢 b0对应的就是之前 b的0的一个估计值 它是估计线性方程的一个纵结句 然后呢 b1就是估计线性方程的一个斜率 然后y上面这个小帽子 y hat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自变量 等于一定值的时候呢 y的估计值 好 那么 这就是一些线性回归问题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概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具体怎么来使用这种模型来怎么分析数据呢 它大概遵循这样一个流程 也就是说 本身我们存在一个真实的一个模型 对吧 它的关系是y等于b0 加上b1乘x 加上这个r 那么它 我们用来一个方程来描述它的时候呢 我们就加上这个期望值 就是说e Expected Value 就是它的均值 等于b0加上b1 这里面就没有这个r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r 它是从正态分布的 它的期望值是0 那么 我们这里面的目的是干嘛呢 是我们想通过具体我们有的数据 来估计出来这个b0和b1的值 因为如果这两个值 我们估计出来的话 那么x和y的关系就出来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怎么来估计呢 往往我们可以收集一些现实的数据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估计这个房间的大小 和房间的价格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两组变量 一组是x 一组是y 假如我们现在x来表示这个房间的大小 那我们有一组一个房间 对应的就是一个x x值 y值的是这个房间的价格 就y1 然后第二组房间呢 它有一个这个面积大小 然后有一个价格y2 然后x3x3 我们还一对一对的 就是说 对于通常的情况下呢 我们是有一组数据 可以用来 作为依据 我们会来估计他们两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里呢 x是一个变量名啊 大家记得 这个x指的是自变量 y指的是因变量 然后底下的这个x1到xn 就是指的实际数据的值 同样 y1到yn指的就是实际数据的值 好 那有了这样一组数据值呢 我们下面下一步怎么办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通过xy这些值来估计他们两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们要算出来这个β0和β1这两个参数的估计值是多少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有一个估计的一个方法 那怎么来估计呢 我们就根据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估计方程 就是说y的估计值等于B0加B1乘以x 所以我们从我们现有的这个数据 也可以叫做这个样本中呢 就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求出来B0和B1 那么它就是我们对β0和β1的一个估计 对不对 同学们可能会觉得 那他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给大家再解释一下 就是β0和β1是x和y这两个变量中真实的关系的参数 就是说假如我们有全体的数据 所有所有的x和y的话 那么他们之间存在一种真实内在的一种 联系 他们之间用β0和β1表示 但是对于特定的数据 我们只能算作总体数据的一个样本 那这个根据这个样本算出来的值 其实是我们对他们真实的这个模型中的 这个参数的一个估计值 那这两个估计值分别对应的就是B0和B1 所以简单的结论就是说 B0和B1是提供了对β0和β1的一个估计 好 这就是大概我们一个流程 那么最后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关于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偏差 这个epsilon 这个它的一些假定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使用这种简单的回归模型的话 它必须要满足偏差有一定的假定 满足这几个条件 第一它是一个随机的变量 它的均值是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时算的时候 求期望值的时候 它就在下面这行就没有了 就变成0了 是因为我们假设它是有一个正态分布 而且均值是0 然后呢它的方差对于所有的自变量X是一样的 是不变的 第三呢就是这个epsilon它的值是独立的 而且它满足正态分布 所以当我们满足这四个条件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e在这个方程中 我们才说它是一个regression model 我们才可以用这个简单线性回归的方法来分析 好 所以这节课呢 我们就跟大家介绍了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里面的基本的模型和你的分析的流程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到探入到细节中 要给大家详细来介绍 我们怎么通过现有的数据来估计B0和B1的值 怎么来算出来B0和B1的值 好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